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一个菲律宾的电话卡 注册菲律宾版的支付宝Gcash 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注册这个Gcash有什么用 首先注册成功之后 可以获取一张免费的美国运通虚拟卡 这张卡可以在美国的各大网站购物 因为这张卡的账单地址是美国 所以用来海淘一般不会被砍单 其次可以用来绑定菲律宾地区的Apple Store 购买APP和订阅便宜的服务 我这次开通Gcash就是为了卤到便宜的HBO服务 喜欢追美剧的人应该没有人不知道 HBO的大名 西部世界 兄弟莲 石女的故事 都是HBO制作的热门美剧 另外我们还可以在HBO GO上 看到DC旗下的众多电影 比如这几天大热的导演剪辑版正义联盟 就是HBO独播 HBO在美国的流媒体服务是HBO MAX资源最多 可是没有中文字幕 观看的体验还是不是很友好的 在亚洲的服务是HBO GO 所有的片源都有中文字幕 有的甚至有中文配音 HBO GO在亚洲主要有香港区 台湾区和菲律宾区 不同区域的订阅价格相差很大 香港区每月78港币 合计65人民币 菲律宾区每个月149菲律宾比锁 合计20人民币 价格相差3倍 其他一些互联网大厂服务 在菲律宾的价格也都非常优惠 Spotify菲律宾区的价格比其他地区的也便宜不少 香港58港币合计51人民币 家庭组88港币合计78人民币 而菲律宾区对应的个人账户17人民币 家庭账户26人民币 价格相差差不多也是3倍 家庭组可以5个账户使用 平均每个账户才5块钱 比国区的Apple Music还便宜 如果你觉得以上介绍的功能 有一个点是你需要的 那么接下来就和我一起进入今天的教程吧 注册Gcash首先需要一个菲律宾的电话号码 获取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在万能的淘宝 搜索菲律宾电话卡就可以了 大部分商家都会提供Globe这个菲律宾电话卡 价格很便宜 只接受验证码8块钱左右 需要实体卡15块还包邮 这个卡充值等值6元人民币即可使用一年 店家的说法是一年后可以再充值延长有效期 收到这张卡以后 我们可以找店家帮我们充值这个手机卡 当然也可以在我们注册好的Gcash自己充值 下面就正式开始Gcash的注册使用教程 Gcash在中国区的苹果Apple Store是也可以下载的 安卓设备直接下载安装包安装即可 我这边使用的是苹果手机 开始之前 如果你有菲律宾的代理 最好挂全局代理注册 当然不挂代理也可以 但是有网友反馈 后期使用会有被封控的风险 我们打开APP 这边输入菲律宾的手机号码 这里输入手机验证码 输入姓名 如果你后续不打算实名验证 这里随便填写一个名字即可 即使你现在随便填写 后续也可以实名认证 系统也会把你的名字改为证件上的名字 接下来是输入生日 地址随便填一个 输入邮箱 这里需要设置一个四位数的APP密码 提示已经注册成功了 这边输入你刚设置的四位数密码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注册好了 到了APP的首页 这边是英文的 接下来我们获取一下美国运通的虚拟卡 点击这里的显示更多 选择下面的在线支付 选择第二个选项 美国运通虚拟支付 这个运通卡可以在奈飞和Spotify 这些国际大厂服务消费 输入邮箱 点击右上角的下一步 提示美国运通虚拟支付已经激活成功了 点击右上角的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收到激活成功的短信 我们再点击第二个选项进去 已经可以看到卡片信息了 包括卡号 有效期 姓名 下面可以看到这个卡的账单地址 是一个美国地址 还有一个美国的电话 说明我们用这张卡海淘 比如在美国亚马逊 美国的奈飞都可以使用 但是美区的App Store经过我的测试 是无法成功绑定的 我们点击下面的获取新的安全码CVV 接下来就会收到包含CVV的短信了 我们就可以正式使用这张卡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 如何给机开始充值 如果你还没有实名认证 你的账号是基础等级 是无法自己在线充值的 能选择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淘宝带充解决 下面是实名认证和自己充值的教程 如果你不想实名认证 愿意找人带充 可以直接跳过这个部分 点击视频下方的时间轴 跳转到下一个部分的内容 我的账户现在这个状态 是已经实名认证过了 是最高等级 认证的时候忘记录屏了 所以这里没有演示视频 实名认证其实很简单 填写一下地址 可以网上随便找一个菲律宾的地址 拍一下护照上传就可以了 一分钟左右就可以认证成功 大家记得一定要拍护照的元件 我刚开始拍电脑里的护照照片 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 找出元件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护照 可以尝试用身份证 系统也有这个认证选项 但是我没有测试过 不确定是否能够成功 如果有测试过的小伙伴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认证完成之后 我们开始充值环节 我们点击首页的充值 可以看到系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充值方式 有线下 网上银行 还有最下面的第三方支付 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熟悉的支付方式 有PayPal 潘安盈 香港支付宝 我这边有PayPal和潘安盈账户 接下来就演示这两种 香港支付宝如果有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尝试 我们点击这边的我的关联账户 在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可以关联充值的工具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申请好的美国运通卡 我们首先关联PayPal 我之前有过美区的PayPal 这边是无法直接关联成功的 所以需要注册一个菲律宾的PayPal 我们挂全局的菲律宾代理 到官网注册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 注册时的名字一定要和Gcash的名字一致 否则是无法绑定成功的 证件选护照 填现我们国内的护照号码即可 地址随便一个菲律宾的地址即可 手机填现我们刚购买的菲律宾手机号码即可 菲律宾的PayPal注册成功之后 我们在这里输入PayPal绑定的邮箱 按照流程操作绑定即可 绑定完成之后 你的菲律宾PayPal是没有余额的 但是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任何一个PayPal的账户 转账给它即可 我这边用我美国的PayPal 转500元过去 这边的付款方式 是我绑定的不同账户 我们可以看到费率也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是我的美国银行借记卡 第二个是国内的招商银行双币种信用卡 第三个是美国银行支票账户 我选择费用最低的美国银行支票账户付款转账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PayPal的转账号称是即时到账 但是到账后资金一直是处理中的状态 导致无法正常充值到Gcash 如果PayPal资金到账后 我们就可以在首页点击充值 在关联账户这里选择PayPal 在这里会显示出PayPal账户的实时余额 我们输入要充值的金额即可 资金是秒到的 PayPal虽然没有到账 但是我测试了PayPal兵充值成功了 方法很简单 在关联账户那里点击PayPal 选择链接到账户 在这里登录PayPal 点击同意即可绑定成功 同样的方式我们在链接账户这里 选择PayPal兵充值 输入要充值的金额 任意币种都可以 系统会转换成菲律宾比锁存储账户 我这边的余额就是用PayPal兵充值成功的 资金也是秒到 即开始有了余额之后 就可以使用刚申请好的 美国运通虚拟卡了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的 菲律宾手机号码充值了 我们在首页点击这里的充值 劝一下手机号码 输入金额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这边的套餐 如果你充值了流量之后 也可以用这个号码 免翻墙使用国外的应用 或者观看YouTube等视频 我这次研究这套服务 主要是为了看菲律宾的HBO GO 这个需要在菲律宾的APP store购买 所以我就注册了一个菲律宾的苹果账户 方法很简单 大家有需要可以参考我之前的 注册美国的苹果账户的方法 菲律宾的苹果账户注册完成之后 点击添加付款选项 选择Gcash 然后跳转到APP进行绑定 我这边已经绑定好了 就不重复操作了 这边有电话的付款方式 我输入菲律宾的电话号码 发现是不可以的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还绑定了一个 Pimaya的第三方支付 这个也是只要手机号就可以注册 但是实名认证非常麻烦 不仅要提供自己的护照 还要提供家人的证件 还要签署协议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最后总结一下 通过在淘宝购买一个菲律宾的手机号码 我们可以注册菲律宾版的支付宝Gcash 从而获得一个美国的运通虚拟卡 通过这个美国运通的虚拟卡 我们可以避免美国海淘砍单 也可以购买奈飞Spotify等服务 另外通过Gcash的账户 也可以绑定菲律宾的苹果账户 享受菲律宾区各种便宜的服务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注册使用方面的疑问 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也欢迎点赞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